各位,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我叫阿凡,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 今集开始,我们会冲要讲述,他的家人增产事件。 新马斯增家族增产事件 新马斯增家族增产事件,是指1996年年底至1997年4月, 随着香港粤剧演唱家,邓永祥,人称新马斯增,病危世世后, 而引起的遗产争夺事件。邓永祥妻子洪金梅,和邓家的儿女各不相让, 通过传媒叫僑对骂。邓家周边的亲友,余白尹琴, 王夏慧等,也纷纷通过传媒表态,引发一系列的周边骂战。 事件获香港多份报章,娱乐雜誌,及电子传媒,夜以继日追踪报道, 继而引起香港社会,对传媒道德,以及新闻娱乐化的关注。 其中,以香港两间免费电视台,的资讯娱乐节目的处理手法, 最备受争议。 增产事件的背景资料,洪金梅,传媒匿清长嫂, 是邓永祥第四任妻子, 1965年开始同居, 但下四名子女,包括邓少尊,邓少荣, 原名邓翠玉的邓小艾,和邓碧玉。 1992年,新马斯增与洪金梅正式结婚, 婚礼金马洪梅庆同心, 更在无线电视匪翠台播出。 事件在新马斯增,于1996年与妻子长嫂, 陆影无线电视慈善节目, 欢乐满东华的捐款呼吁后爆发。 当日,长嫂弟妹,即九舅府洪泉, 及十一依洪国华, 连同邓小艾及邓少荣, 在永祥大厦内向八舅府洪家泉, 追讨六十万欠款。 这笔欠款是1993年邓家子女替八舅府洪家泉 作担保的借款。 邓小艾等人大同八舅府欠债证明文件, 到永祥大厦二楼, 永祥唱片有限公司写字楼, 向八舅府追债。 还呼吁录影后, 立即开始的争执, 发展致在永祥大厦内闹大的争执, 被香港传媒全程录影。 九舅府起飞脚踢门, 猛骂八舅府借钱不还, 以他为此, 激动时更丢窄电话及玻璃杯, 手臂玻璃碎片相到, 血花四钱, 各位关于邓家的增产事件, 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讲述长哥死后, 邓家的遗产事件。 有兴趣的朋友, 请继继继继续收看, 不要错过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 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 同时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时,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 啊N与啊N与啊N与啊N频道, 同时记得按下个铃铃, 那我们每次出片,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 好, 拜拜, 我们下一条片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